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洛卡 今天來分享的遊戲是 惡靈古堡 4 重製版 那這次的重製版 我算是既期待又怕受到傷害 因為第一次碰到惡靈古堡世代 是在Switch上面的移植版 那當時我抱著沒玩過的心情 信聰聰的開玩 結果不到半小時我就整個暈到不行 只差沒有吐在電腦桌前面 那後來跑到床上去 躺著休息好幾個小時 又很倔強的跑回來再試一次 還是不行 依然暈到快爆掉 那我想大概是因為他的視角 有一種左右轉頭的功能吧 在操作上很陌生以外 整個畫面的移動方式 跟呈現出來的立體感 真的是讓我完全受不了 當然會去拆這個地方 會讓我暈也是因為有點依據 早期在玩一二三代 都是破關了好幾次 還會搞一些 子彈無線、火箭炮的武器來玩 玩到最後真的會發現到 像在玩真惡靈古堡無雙那麼的爽 所以以前沒有暈 世代會暈 我就想說要把這個原因給找出來 才會下這樣子的推論 那這回的重製版 不只畫質提升了以外 我在玩的過程當中 至少到目前好幾個小時過去了 手把又沒電 我拿去充電了 那還是沒有暈的感覺 雖然右類比一樣 可以四處的去轉動視角 但左類比的人物移動比較順暢的 他比較像是 現代的動作遊戲操作方式 跟早期印象當中 要轉動人物的角度 然後再去移動他的玩法 整個變得比較自然 也比較順暢 那再來就可能是PS5的版本 真的是很順啊 所以少掉一點掉陣的機率跟問題 玩起來 博士感也會大幅的降低 不過早期的世代 我是幾乎沒有玩過的狀態 所以在聽大家講說 格鬥版的惡靈古堡改變 在這邊 我算是真的才去體驗到他的變化 那先回來聊一下遊戲開頭的配音好了 因為這一回的遊戲 最讓我驚豔到的 大概就是他們開口居然說中文的 我這個人是這樣啦 每一每只要是遊戲或者是動畫 看起來有那種外國臉孔 或者是玩著歐美、日本開發的遊戲 總會覺得配起中文 聽起來有那麼一點點的別扭 當然這種的話 像廖天丁那種遊戲就不會 反正聽起中文 或者聽起台語、閩南語 會特別的親切 那當然在看Netflix Disney Plus的動畫跟電影也一樣 大多都會用原文的語音 搭配中文字幕來看 情緒對味 然後好像也比較搭了起整個畫面的感覺 為此我特別重新開了遊戲三遍 重新看了三段 一開始警察開車在里洋出發的動畫 原本的中文配音呢 聽起來還行 但就是那股有一點別扭的感覺 怪怪的 後來想說轉回日文應該會比較正常一點 結果好像也還好 難得啊 感覺到這個配音的樣子 也不是那麼的習慣 想說他既然是使用 Resident Evil這個名稱 而不是用Biohazard 所以呢 想說他的英文語音會不會比較正常 結果也還好 那認真覺得三個語音搭配起來 其實差不多啦 都會稍微的有一點點別扭感 可是認真的說 是配的還不錯 講起話來的聲音也都非常清楚 也算是很值得推薦一下 用中文的語音來搭配哦 聽起來會更加的在地化一點 那故事一開始 是二代的男主角 李洋在拉昆斯的事件當中 成功脫逃之後 加入了一個總統直屬的秘密組織 這一回的任務序幕啊就是 以前往西班牙拯救總統女兒開始 開頭動畫的那兩個警察 我看了幾遍 不知道是自我感覺良好 還是李洋呢 本身太過低調 明明要驅車前往一個位置的地方 而且看起來就是一個 比較有風險 比較冒險的地方 還談笑風聲 還可以調侃一下李洋的感覺 結果呢 貪路的一個消失了 一個還要求李洋自己進去找人 自己躲在車上顧車 那個對話的感覺啦 真的是好像沒什麼對李洋尊重的樣子 當然最後兩個警察都掰掰了 也算是可以推算到的下場 那這邊李洋槓上的對手啊 跟前三代比起來會有很大的差異 因為他們會從殭屍、殭屍犬還有利克 欸?還是以前叫獵人 就是手大大一隻會爬在各個地方 然後忍不防的跳出來抱人頭 當然早期啊 這個被叫殭屍的敵人 現在也不少會幫他們證明會喪失 總之早期這些對手啊 大多就是被T病毒感染變種的人類 或者是怪物 而這回的對手啊 大多都是信奉邪教的團體 他們的眼神啊 都會散發著一股紅色的血氣 會爬樓梯、會爬窗屋 會拿武器也會丟炸彈 基本上 他們就像是吃心風 無法控制自我 一心會想要攻擊外來人類的物種 那也因為這樣子反派人物設定的改變 早期惡靈古堡的那種系列恐怖感啊 到了第四代的確是有降雨 但它還是有下眼的橋段 也有不少地方是按到超級超級誇張 主角呢 是需要一邊舉著手電筒來照路啦 才會有辦法前進 那該有的優比空間、壓迫感啊 也是十足的充分表現出來 很多房間躲進去啊 差不多就是三四個人能站的大小 敵人只要一進來 待在那個空間 給人的窒息感喔 真的是會越還越緊張 有時候你流的汗都不知道是緊張 還是因為有點快要三底運的感覺 而且啊 在這些設計上來說 感覺有一些是當年主機規格 有一點進化 所以呢 從早期一個畫面 可能看不了多少的敵人 變成現在的滿層風雨 而且啊 很多地方都是一進去 就會被大量敵人海淹 那種從一開始的恐怖 轉成比較刺激的感受啦 大概是我從一二三代 接過來第四代的時候 對於惡靈古堡這四個字的感覺 最大的改變 當然在戰鬥上來說 我自己覺得也算是非常有趣 早期在玩惡靈古堡啊 一般都是要以 傑森子彈為前提來進行遊戲 畢竟資源有限 而且不管是子彈補品都是 更可怕的是 有些東西在探索的過程啊 欸 根本沒有找到 會照就有資源更少的問題產生 那在四代剛開始的玩法呢 我也是這樣子去玩的 能不用大槍就用用小槍 能不用小槍呢 就來用用小刀 只要是看起來 不會一擊必殺的敵人啊 我都會拉個比較近的距離 來跟他對戰 當然有一些看起來會一擊必殺的 他在近距離喔 還有QTE可以閃避 這QTE在這邊 據說也是有改善 比較沒有像以前多刀那麼的多 可是還是會忍不防的一直出現 所以各位還是要緊繃好神經 那主要就是用小刀來戳嘛 戳到賺到 能省多少子彈 就省多少子彈 欸 結果他的刀子居然會壞 這一點真的是千送萬算沒注意到的 還好他有個體術的方式喔 也可以拿來解決敵人 所以在四代啊 能不用大槍就用小槍 能不用小槍就用小刀 能不用小刀呢 則是用體術來解決對手就好 那他的小刀啊除了自己的戰術小刀以外 探索的過程啊 也能夠找到一些其他的刀種 把他們當成免洗的刀子來攻擊對手 而且啊他還有招架 欸該怎麼講 有點類似盾反 或者是最近玩臥龍艙間殷落的化解 只要敵人啊 吸取武器要攻擊的瞬間 按下拿刀防禦的L1就可以進行招架 一般對手被招架後啊就會進入一個可以用體術攻擊的狀態 也就是用腳踢爆他的腦袋啊 也有可能呢會撐個幾下招架才可以發動體術 這個系統還蠻好玩的 因為他的判定算是寬鬆 在大概被攻擊到的瞬間按到就可以有效招架 而且啊對手拿不同武器啊會有各種不同的攻擊節奏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在玩那個招架喔 再用體術把它踢出去 爽度就真的會比較高 有時候還被圍毆 對手出現一個可以發動體術的 一滴下去全倒 那種爽度真的是非常不錯 會玩到上癮 不過敵人大概也知道 我們想要跟他來個近距離玩玩刀玩玩體術 所以對手呢大多都會推我們一把 拉開一個距離喔 讓我們的小刀盡量是攻擊不到他 那還有一種是打起來爽感還不錯的 就是在對手被攻擊的時候啊 他們會直接往後倒 或者呢是被槍類武器啊遠距離打到的時候 他們的身體也可能會搖搖晃晃 如果是站在一些比較高的地方 他們可能會直接往下掉 那對手就會直接掛了 那這種掉的方式啊 比較違反常態就是 他的道具呢會掉在原本他站的地方 不會因為這樣子掛掉敵人 就會少一些資源可以撿 那潛行的系統也不錯 有點類似刺客類的玩法 可以讓李昂啊蹲下前進 直接繞到敵人的後方來給潛行刺殺 那基本上不管是用小刀丸啊 或者是體數攻擊潛行自殺 一般就是要閃彈藥來前進 只是我自己在玩呢 有時候就是因為特別想要靠近敵人 所以沒有注意到地上的陷阱 所以踩到之後啊都會覺得 哇好痛的感覺 我自己都會幫李昂啊 腿先軟一半 那武器的話也算不錯玩 他有改造系統可以提升武器的威力 還有增加一些小設備啊 可以在武器上面提升實用性 然後就是改造系統除了可以增加武器的威力以外 像是小刀的耐久度啊也可以提升 他用起來也算是相當不錯 啊畢竟想要省彈藥嘛 就是用灰刀攻擊或者用體數攻擊 所以這一代的刀會壞壞了又不修 沒辦法用 所以增加耐久度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一個蠻實用的用法 但這塊聽我的真的不準 因為我是直覺派玩家 玩遊戲不太注意攻略啦 怎麼樣讓他更簡單更暴力的培養角色 或者是改造一些裝備 但是他的裝備啊看起來真的已經有比較暴力了 像初期啊沒有多久我就買了一把狙擊槍 買槍還送狙擊鏡 搭配起來有兩段望遠 直接遠遠的爆掉一堆敵人的頭 爽度也真的是很高 然後還有十字弓拉線彈槍的 都可以在不同的玉璃場景中發揮各種效用 導入的商店跟金錢系統 算是幫這一代提升了一些緩衝空間 在武器的搭配跟彈藥的組合啊 可以在這邊做一點買賣 自由的搭配做組合 像是我就優先入手的狙擊槍 先不管實不實用 自由度呢都是蠻值得說的一件事 而且這個狙擊槍啊 還是蠻舒服的 然後有不少道具啊也是撿到之後 可以在商店上賣掉的 雖然說可能地圖上的探索呢 那個資源不一定那麼的多 可是這些賣錢的道具啦 也算是可以增加我們對地圖探索的意願性 拿來換一些其他的資源啊 或者是改造武器啊 修復武器使用都非常重要 然後支線任務完成之後可以拿到的寶石啊 他們也可以到商店裡面去換一些資源使用 但認真的講 我覺得那個支線任務啊 真的是玩到會讓人有一點出戲 畢竟他的背景啊 是設定在西班牙的某個郊區 空間上來說呢 就是被邪教團體弄得非常的驚悚 非常的噁心 然後突然出現那個支線任務啊 是有一些比較突出的東西啦 一開始啊 接的那個是破壞藍色的標章還是會章的 地圖設置起來就是非常的刻意 感覺就會有點怪 然後碰到要打老鼠的支線呢 好像也突然的俏皮起來 啊可能是要聞一下玩家的心情吧 因為我們被空間壓迫嘛 又被邪教團體追到一個超級緊張 所以用不同的節奏跟情緒轉換的支線來調和一下啦 也許也是讓我們可以比較容易想要 往下一步邁進的做法 那重點是光是走到商店的心情啊 我覺得也會有類似的那種比較放鬆的感覺 就跟早期走到有打字機的房間喔 就是可以喘一口氣 就是可以去抽個檔 就是可以去喝個水上上廁所 這種輕鬆的感覺啊 真的就是在打字機那個房間會特別出現 最後這邊還要跟大家提醒一點的 就是啊遊戲當中一開始是沒有開啟自動舉槍瞄準的 這一點在設定當中啦 可以自己再去調一下 然後呢我有發現到我的螢幕在看啊 其實它的亮度啊 我已經調到跟HDR的 它要求的微微看到東西的表現喔 是差不多的 可是實際上進到一些場景呢 還是會有一點過暗的感覺 所以我還是建議 亮度的部分可能稍微亮一點 然後那個自動舉槍瞄準的部分 也稍微注意一下或者開啟一下 對於玩遊戲來講呢 可能會有更加棒的體驗啊 OK那20古堡世代重製版的目前體驗心得 就先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喜歡玩的朋友趕快去入手來玩一下 據說這一款真的非常夯 評價也是非常好啊 大家下支影片見 掰掰